今天來這間新開的百貨公司 裏面有很棒的榴槤糯米飯 這是$79 太幣了 新開的Robinson 價錢公道 還有很多食物 今天真是大豐洲 然後就會轉酒店過來這間Indotry 外面多漂亮 是一間房炭按摩肉 很棒的 開掣 嘩 正啊 按摩水柱夠力度 還會和大家去布吉很有特色的餐廳吃晚飯 希望大家可以讚好這條影片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繼續去片 現在行李上了車 我們打算去第二間酒店 Check-in 誰知車塌不著 於是便打了給租車公司 很快趣便有駕著電單車來維修的員工 他說應該很快趣便會搞定 於是我們又回到酒店的收攤 慢慢耍著等他 好厲害喔 一下就上到 又過了40分鐘之後 車終於搞定了 昨天壞船 今日壞車 是不是很應該來拜四面佛呢 不是因為壞車所以來四面佛 是我們原本的計劃 都是來拜四面佛 沒錯啦 拜四面佛最重要是神針 進去順時針 每一個位置放三支香 布吉四面佛這個位置 泰文叫做 Plum Tap 這裏不止有四面佛 這裏還有好美的海景 亦是一個看日落的葉滿景點 天氣好的時候接近黃昏 這裏就好多人了 那邊還有一個發電風車 坐在下方的cafe喝東西 看著外面的海景都好享受 拜四面佛 就來到In to China Resort Check-in 兩位服務員 拿著我們的行李走整條樓梯 待會真的要給多些小費 246號房 可能是這個房型 位置最好的一間 進去看看 進來 這裏有張大床 那邊在收拾東西的那個 就是管家 先關個Hi 這裏還有沙發 一個大茶几 張床這麼大 我們先看室外 首先有這個平台 幫我們開了把傘 這邊呢 就有一個澤菇池的水池 這個按摩水柱很夠力的 坐在這裡 看著外面的風景就是這樣 而這個水池 跟普通泳池的過濾系統 就差不多 每一天都是不停地自動過濾水 在露台看出去 就是180度的海景 最左手邊那裏 就是巴東海灘 這個房型 我覺得就適合情侶或者兩功夫 來的 好像這個洗澡位 這個shower 基本上就是半露天 外面就看著很遠處很遠處 應該用望遠鏡都看不到 這裏是酒店吃早餐的地方 有室內位置 亦都有很正的半露天位置 先喝西瓜汁 那就不用空肚吃早餐了 哇 新鮮生果汁 好吃 這裏的stuff 本代的很熱情 Hello Hello 吃完早餐 到處看看酒店的環境 這間四星級酒店 佔地真的很大 你看上面 這些就是兩房和三房的Pool Villa 下面這個公眾泳池夠長 真的可以讓你游泳做運動 這個平台看出去 就可以看到巴東一帶的海景 酒店還附設網球場 800多港幣的房價 是不是很超值呢 這個健身中心就正 對著這麼美的海景 完了 好累了 酒店餐廳 樓上還有一個小一點的泳池 坐在這裏享受世界 真是心抗神異 在布吉 誰知便利店周圍有 還有一間 Superchip 在你的附近必定會有 進來這裏 最重要就是買些瓶中的飲用水 價錢比起便利店就相宜很多 另外又見到些很新奇的飲品 不過用泰文寫的 於是我們就用Google Translate 來看看 哇泰國紅茶7匹1支 即是港幣過半 這支利維亞美白原褲箱 香港沒得買 這麼大支 是206匹 我們查了幾天 真的會白很多 買完東西之後 我們就回到酒店房 曬太陽 和浸泡池水 你在這裏做什麼 我在這裏洗芒果 你拍一下這裏 吃芒果之前 用些鹼液 徹底洗了上面的細菌 還有那些糖漿 吃的時候 你就吃幾多都不會濕熱 今次來布吉 見到這些尖味芒 40匹50匹1公斤 用我這個方法 吃幾多都不會濕熱 今天真棒 我們在酒店 在這裏三點多 現在過來布吉島 新開一間最大型的百貨公司 這間是Robinson Lifestyle 我們進去看看 通常在布吉這些大型百貨公司 前面一定有這些停車場 停車場所有都是免費的 這間Robinson賣的貨品 通常都是貼地價錢 你看我老婆選得多開心 而且員工的服務態度 還非常之熱誠 只剩下這一件 還要脫掉帽子 有沒有人可以幫忙 在泰國牙衣除處有 大家都會知道 原來逛逛商場都有牙衣 看看價錢 洗一次牙大約是港幣220元 防UV都是100匹 買兩副眼鏡才是40多元 即是2元 Cocqueen Club 這裡不知道芒果糯米飯 是榴槤糯米飯 我們就準備嘗嘗榴槤糯米飯 OK Cocqueen Club 你看 整碗粥 這樣 這裡要在Cocqueen Club 付錢 然後去賣 這就是榴槤糯米飯 榴槤不是一塊塊 是打成汁 夾著糯米一起吃 真的很滋味 真的買得開心又吃得開心 好東西不要讓它停 繼續繼續 咦 老婆你坐在這幹什麼 好累啊 走到 行這個商場不怕累 累了就可以過來這裡 這裡就是按摩衣服務 入錢下去就搞定了 我們走了 現在今天真是大風洲 不過提提各位網友 如果來這個商場買東西的話 記得就穿上一件衣 戴上一件衣 其實我們還沒走夠的 因為我們覺得冬冬地 又沒有帶衣服 所以走 走完街來這間 Duck Spicy食晚餐 這裡有很多本地人光顧 這間位置很近巴東沙灘 由巴東過來 車程大約是五六分鐘左右 而且每晚都有住場歌手獻唱 這個就是我們三年前 在吃飯唱歌的人 是一個人 同一個 他沒有轉到 還在 好 第一樣來了的 就是這個山蝦刺身 這樣一口 很滿足 吃吃蝦 我跟他打過招呼 原來他都認得我 於是他下一首歌就 這些掌聲是隔壁那台本地人客拍的 泰國人都很喜歡聽上海灘的 哇 很厲害 他 上海灘都會唱 見過我們在這裏 去上海灘給我們聽 他真的很厲害 能夠令到人客有賓至於歸的感覺 我都要表示一點點心意 再來看看第二道菜 在泰國吃香葉肉碎 吃得多了 這個呢 就是涼拌牛肉 牛肉碎 這個菜飯就是一流 我們還買了這個椰汁 椰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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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挺好的 而且呢 碟邊那裏有很多配料 今晚這頓飯吃了700多筆 大約港幣180元 如果大家來布吉玩 路經此地來光顧 絕對不會令你失望 吃完飯我們來了巴東 哪裏有位就會停下車 我們進去Walking Street 看看 這間店鋪是專門做Facial 大家不要想著女士才會做Facial 你看看裏面 這位男士真的很享受 我一會兒也進去試試看 這間是巴東第二街的No.6餐廳 都一樣是這麼多人 聽到這麼強勁的音樂 這裏就是酒吧街了 這間有Line Man 全部都坐滿了老外 另外這些呢 就不止聽歌的 喂老友你上了鏡喔 還可以看一下鋼管舞 喝下東西這樣 這些Agogo bar 就比較刺激一點 走了大半個小時之後 買回香蕉Pancake做宵夜 就夠完美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接下來的新片就會介紹一些好玩的活動 準備降落了 嘩厲害啊 我現在在沙灘做泰式按摩 300匹一個小時 絕對是下下都胃 還會去一些有特色的餐廳吃海鮮 希望大家可以讚好這條影片 按下下面的訂閱 選擇上面的小鐘仔 選擇全部 下次有新片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各客 拜拜